伸出称慧心 而且还对他恶口 苛责怒骂 当常不清菩萨向他们叩头时 他们就用脚踢他的头 这是因为他们心慧不静 积聚了贪嗔痴之毒 以恶口骂常不清 你这个比丘真是太愚痴了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如此失去佛教的威仪 又说 你不敢看清我们 又给我们受祭 说我们应当作佛 我们不要你受如此虚妄之祭 真是菩萨八道 常不清菩萨如此 就是修礼拜赞叹 示众的忍辱法门 历经了许多年 虽然他常被打骂 但是他一点也不胜称慨心 他常这么说 你们应当作佛 说这话的时候 许多人就用木棍 瓦石之类的东西 打他的头和身体 他就赶快走到远的地方 又告声说 我不敢轻慢如等 你们皆当作佛 常不清菩萨察知 人们有佛性 众生都有佛性 若有朝一日发起菩提心 将来成佛是没有问题的 必当会成佛的缘故 常不清菩萨就是根据这一点 御人就礼拜赞叹 所以大众都叫他常不清 意思就是用谦卑低头的态度 去面对修行 不敢去轻慢任何一个人 这是大乘菩萨的境界 印公大师也教育后来的学人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时事反复 大师的意思也是在教育我们 唯人处事 应该用谦卑低头的态度去面对 把自己压低在任何人之下 这样才是真正的修行 谦卑低头一般来说 虽然明白谦虚谨慎 骄傲借照的道理 但是言行意识 无形之中 总有傲慢的蛛丝马迹出现 很多人可以轻视别人 但不能够容忍自己被别人轻视 要做到能够经常向别人谦卑低头 用低姿态与人交往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想进入一扇门 就需低头 就需低头 比门框矮 要想登上山的顶峰 就得弯腰做好攀登的准备 为人处事 有谦卑低头的态度 事情做的才会更顺畅 学会谦卑低头 是人生的一种智慧 是一种涵阳 更是一种成熟 只有具备广大的视野 开阔的心胸 才能发现自己的渺小 只有谦卑低头的人 才能够以更宽容的心 来欣赏别人 大乘菩萨道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千万不可轻视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众生 大乘菩萨界 有一条界是至战毁他 轻视人就犯了这条界 真正的菩萨界绝对不能傲慢 要绝对谦虚 因为谦虚到了极点 反而是无上的崇高 不可轻视任何众生 这是何等的谦虚啊 这也就是菩萨道 不要因为学了佛法 就看这个行为不对 那个行为不合佛法 都看不惯 这就犯了根本戒 不认识佛法还是世间法 或对于外道或其他的宗教 不可轻视人家 排斥人家 只要是教人为善的 都有可取之处 只能说 每人的因缘不同 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众生 佛教导我们 千万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 一个众生 哪一只一条虫 都不该轻视 不要因为人家是初学者 而轻视他 只有学会尊重别人 别人也会尊重我们 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 任何人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我们没有理由 以高山扬子的目光去损失别人 也没有资格用不屑一顾的神情 去伤害别人的自尊 假如自己某些方面不如别人 我们也不必自卑或嫉妒 去代替应有的自尊 心宽一尺 路宽一丈 敞开心扉 善待所有人 无论是欢喜的还是讨厌的 都要尊重 这是一种勇气 更是一种智慧 佛说四十二章经 第十二章 举难劝修 阐明人生有二十种困难 能够突破这二十种困难 就能够人格完整 不得智慧圆满 超凡入圣 依据四十二章经的教法 用功修行 做人做事 也能达到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的境界 我们依法修持 将受到实实处处都圆满 就让我们更努力 实现佛陀教法 愿大家听闻得福 读诵得乐 思维得慧 修行得安 我们依教奉行 就能实实处处 就能实实处处 都圆满的吉祥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 肩负着传播佛陀 绝音的弘法佳业 同时也是海淘法师 慈悲智业推广的平台 与媒介 透过电视台 无远佛界的传播 方才能将诸山长老 法师的开示 以及南传 汉传 藏传佛教间的交流 与活动 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 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 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 听闻证法 共取证诀 魏令如来卑至法水 长流不绝 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 尤其 魏石海淘法师 慈悲智业各项资讯 长久推广 诸如弘法 护僧 慈善 放僧 以及印证经典 免费素食等慈悲智业 接得 接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 无尽传扬 彼翼大众 敬邀十方大德 八星护持 共相圣举 以让生命电视台 常须诸佛愿心 继续推动 如来法轮 广力众生 库持勤洽各地中心 道场讲堂书房 过洽 03-989-8686 跨坡帐号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仔细 正片 深入 多方面 大家好 我是小儿科医师陈慕容 全球武汉肺炎疫情快速变化 相关防护措施也要配合升级 出入人多的公共场所 要遵守政府防疫社交距离注意事项 才能妥善防疫让你我都安心 提醒您搭乘所有大众运输工具时 务必做到以下事项 一、全程佩戴口罩 女劝不听者最高可处一万五千元罚还 二、配合测量体温 三、避免交谈 四、不要饮食 出入公共场合时 请保持室内1.5公尺 室外1公尺距离 若无法维持社交距离 请全程佩戴口罩 感谢您的配合 也请大家给第一线服务人员支持与鼓励 不要让防疫的距离影响你我心的距离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哲波罗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